記得這是我第一次在夢裡驚醒 醒來以後的夢境就像這個人生階段的我 我的世界全是一片慌亂還有茫然 這次是你的腦袋 我是在水旗的班島 我叫五月田 老師你叫五月田喔 安靜了 安靜了 你們也都知道老師的綽號 你們想要怎麼叫老師都沒有問題 真的要紅喔 簽名 好 安靜了 他說的沒錯 人就是要紅 我是你們這學期的新班島 各位同學上次的模擬考成績 我都已經看過了 有幾位同學入榜的 成績都還不錯 我對你們榜上有名的同學充滿期待 希望你們好好加油 繼續努力 小心謹慎的維持好你們自己的成績 另外大部分的同學啊你們 你們連模擬考 錄取標準都沒有達到 在真實的人生裡 你們就是廢物 就像空氣 簡單的說 我是不會把你們當做我的學生的 現在你們就可以下課離開了 我是不會浪費任何時間在你們身上的 真實的人生 就是這樣 你們請自便吧 欸 空氣 空氣 你在看什麼啦 你在空氣咧 我還以為你模擬套套很多分 你跟我一樣是背負過啊 不是 我跟你說 我分數就差這麼一點點而已好不好 誰不想成功啊 我會想紅嗎 我看下次沒機會了 白癡喔 你還真的把五月天的畫當一回事喔 他說人生要紅 根本是我才會紅好不好 無聊 你看這個 地表最強我紅壞壞 會拍片有人氣 有錢又有名 這才是成功啊 可是我覺得我們應該要用功讀書啊 畢竟 我們現階段要做的事 就是考上好學校吧 念書OK 沒有說念書不OK嘛 只是你要紅你就要看什麼 壞壞的影片 又可愛又有創意嘛 每一句都獲益良多啊 就每次看他影片我都覺得 他好像在面前跟我說話一樣 你看 蛤 有人對我說成績不好就沒有未來 也有人對我說人若是不紅就沒有未來 我 我的未來會在哪裡啊 什麼又是未來 這是第二次驚醒了 記得在夢裡的人生中 只有緊張壓力還有疲累 雖然我什麼都不了解 卻已經來到我的未來 一個標理不一 充滿疑惑的世界 各位同仁大家好 今天的業務匯報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表演我們這一季最佳業務代表 大家知道是誰嗎 建宏啊 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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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這麼優秀的大家的部門主管 我很榮幸 也一直在思考自己怎麼要帶領這個團隊更進步 邁向成功 我想我請建宏上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是怎麼努力 怎麼這樣做到連續三季業務第一的 沒有啦 其實我真的很榮幸能夠參與到這個團隊 也謝謝Alan哥他的教導和帶領 謝謝各位同事你們的幫助和鼓勵 這一次的話 我也想向大家分享我的喜悅 所以我決定 鍾勤大家 請客 請客 喝來了 好喝 好喝 剛好像聽到有人有其他意見 是不是想上台分享一下 對啊 報告經理 我有點弄得痛 大概是我 太緊張了 你等我一下 我以後不要取手上個廁所 可是 我怕會打到大家 阿果 不要緊吧 我不是在說你 還好嗎 謝謝經理 對不起 要不要趕快去廁所 我現在就去 我現在就去 美美 玉玉啊 你們呢 是不是有什麼也想要分享的 見什麼的啊 我個人的想法就是 賤人就是腳勤 賤是健康的賤 勤是勤勞的勤 身為一個業務 只要掌握多運動 健康勤勞 沖業績 每個人都會是最大業務代表啊 哦 對對對 我還想要向劍洪請教一下 呃 他平常都去哪裡跑步啊 那我們要不要一起去 賤人就是腳勤嘛 嘿嘿嘿 沒有啦其實 跑步對我幫助也蠻大的 我是在講什麼啊 對對 跑步真的有用嗎 唉 就算我健康真的是腳勤 但現在的我 真的只想知道我下一步 到底該跑去哪裡 老師 我今天特地來 下來跟你說聲謝謝的 你在十幾年前跟我們說的話 我到現在一直都還記得 你那時候跟我們說 要好好努力用功讀書 否則的話 未來根本就是個廢物一樣 這些話我一直都還記得 對我來說一直都很受用 老師你不只是在我窮學當中 帶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也更是我人生當作的老師 也就是因為這樣 我今天才有一些問題 想來請教你 是我一個工作上面需要的抉擇 想請老師幫忙 我目前是在三星業務部上班 前一陣子收到蘋果的邀約 要我去帶領他們的團隊 老師你覺得如何啊 三星 不好 老師你的意思是 要我接受蘋果的邀約嗎 不好意思 我媽媽精神狀況不好 她已經聽不懂你在說什麼了 三星 不好 五星級 才好 三星的蔥 不錯 蔥跟蘋果 都很好 我先去看老師啊 她已經失智了 真的喔 五月天她等老人吃胎嫩 哇 腦袋真的裝千了耶 那你最近還要嗎 真的滿費的 你有沒有追蹤我的頻道啊 我發一次短片 回想還不錯 可是真的會紅喔 真的會紅 成年 我得明天 我也想看看我明天的臉 诶 柔剑 你不在这儿 还不就老毛病啊 年轻的时候业务太大了 酒喝多了 搞坏了身子 真不值得 你呢 什么毛病 年纪大了 身体一堆毛病 然后脑袋还清楚 说笑 现在几号了 现在看到几号了 哎呀 我有过后 别紧张 来来来 坐坐坐 跟你说啊 医生缘很好 过后让你再看啊 没事没事 你不晓得 我家那口子 遇到那个诈骗集团 哎 一下子把他七百万积蓄 解光了 人当然跑了 哎 刚我看他又在闹脾气 啊 害我不敢出门 说什么不想活了 啊 后来 我看他好一点了 哦 我才赶快赶过来 你说 人生 怎么这么苦啊 好不荣耀到 七八十岁了 哎 还来走这么一招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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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吧 啥时候结婚啊 还有老伴 哎 你瞒着我啊 老伴啊 你糊涂了你 他结婚的时候 我是伴侬 你还是乐队 我 哎 坏了坏了 哎呦呦呦 我身上毛病都有 就脑袋还清楚 我还没忘过 我都红了好几年呢 哎呀 是是是啊 哎 他当网红 我才几个月而已嘛 哎 哎 对对对啊 慢走啊 那个药药记得吃哦 好 好 慢走慢走 好 下一位王维果 王维果在吗 哎 哎 快去快去 你走啊 小心啊 哎 哎呀阿牧啊 哎哎哎 怎么样 早上还好吧 哎呀 没什么问题 每次 医生听完整 我就 想一下 我 两口子的问题 医生就 开导一下 我心里的状况 哎 哎 还帮我早告啊 这医生 真的不错啊 每次 早告啊 心里都 踏实许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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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人嘛 年纪大了 怎样心里 没什么问题 身体没有状况 就好了嘛 我原本想 如果再一次在梦里惊醒 那或许就是我人生结束的时刻 我会看到什么 会是那个年少轻狂懵懂无知的我 还是那个年轻气盛意气风发的我 又或是那个年老白发 风足残年的我 到底哪一个才是我 我又会对自己说什么 人生真的只有没意 那怎么办啊 该不会人生都是一场梦吧 还是真的像阿民讲的一样 就是要红啊 到底要怎么红啊 哎 弟弟 我是十五年后的你 人家都说我英年才俊 大企业的明日之星 有什么问题问我就对啊 我现在很认真地告诉你啊 人啊就是要梦想 有了梦想之后 就拼命地去实践 拼命地去做 最好去多读点书 读了书之后 去补习 完习最好再考上证照 朋友啊网红的啊 你什么都不要 都不用去管那些了 读书就对了 听到没有啊 最好是考上建宗 考上台大 我们俩的未来就靠你了 听到没有啊 好 可是我很好奇耶 你说你是十五年后的我 也就是三十岁 那三十岁的我 到底过得好不好 我开不开心啊 怎么有认真听我说啊 专心听了啊 什么都不要想 只要努力读书 你越努力越认真 就越成功 越开心 懂吗 真的吗 真的是这样吗 那这样那些没有考上台大的人 他们一生不都很不开心 你别听他胡说啦 他才不懂什么人生呢 我是年老之后的你 人生不是好像一场梦 根本就是场梦啊 努力固然很重要 可是你也别冲过头了 你看看我 一生的毛病 整天跑医院的 健康第一 把身子顾好最重要 其他的 什么都不重要 虽然人生的意义 就是健康嘛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有什么梦想啊 那我有什么目标 努力啊 你今天生病啊 那么无精打采的 没有啦 昨天做噩梦 做噩梦 你被五月天吓到考试考太差了 心情不好吗 哪是什么五月天啊 我跟你说 昨天那个梦是很恐怖耶 我人生啊 就这样两三分钟 就没了 压力这么大 我看你好像活得好像很累是不是 我跟你说 那个梦真的很真实 我人生 就这样从学生 上班组 然后我就老了 超级没有意义 所以我才说我们要赶快红起来 自己在我的梦里真的有红 只有起个月而已 我这边有红哦 水哦 没那么严重吧 干嘛 啤啤你们吃完没我要收哦 哦 好哦 赶快吃吃啊 十二月越来越冷了 诶 如果人生就跟冰淇淋一样渐渐融化 那根本就也无所谓 有些人会红 又有些人不会红 有些人考试考得好 也会有人考坏啊 红了 到最后还不是没有意义 最后一样会融化 好 到底吃完没 还没有 没关系啦慢慢吃 我请你们吃 不用客气 顺便呢 也问问你们 这里到底是什么最红呢 最红 是啊 网红吗 当然不是咯 韩国 不是 你的衣服的红 也不是 再想想 好啦好啦 不卖关子 是圣诞红 圣诞红 对 确实人生是像你们所说的一样 就像这个冰淇淋 它是会渐渐融化的 但是呢 换另外一个角度想 也像我请你们吃的这个冰淇淋一样 确实是来自上帝免费的礼物哦 让阿姨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人生中最美好的礼物 也邀请你们来到阿姨的教会哦 生活中遇到了困难疑惑 也可以来找阿姨 阿姨跟你们聊聊 并且请你们吃好吃的东西哦 来到教会 我渐渐明白 不是我红 而是圣诞红了 有耶稣在我的生命中 我可以帮助别人 找到自己生命的目标 影响别人的生命 在教会当中 我真实的感觉到 我的人生确实是上帝给我的礼物 送完人生当中充满许多压力 还有挑战 但是有了耶稣 我人生的方向有了他的引导 可以找到我人生的意义和目标 而且赐给我们平安和未来的期望 接受他掌握你生命 接受他掌握你生命 assez麻烦 暗短花 输完 指差